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微信 发微信 我这车它也有微信呢 是微信车宰吧 来 你就看这屏幕啊 你瞅着啊 哎 是微信不是 哎 还真有微信啊 那这能发吗 当然能发了 收发信息直接语音播报 就从这个车载音箱上直接就报出来了 那我试试啊 试试 这二维码在这呢 没有验证 直接加 你就可以给我发微信了 小梦梦发来消息 小梦梦说 收到信息了吗 你看我给回一个啊 确定回复吗 医生后开始录音 收到了 谢谢 发送 发送 哎 你看怎么样 这是不是太好吧 啊 收到了 浩子发来消息 哎 我哥们给我发信息 我停一下啊 浩子说 老张 昨天晚上预约你说的头像测好看那妞上车了吗 和头像一样吗 我去 倒就是那样高低一定要拿下来 不是 你什么意思呀 不是 不是 行了行了 你别解释了 我到了 你停车 哎呀 停车 不是 你慢 哎 哎呀 这是 医生后开始录音 你是不是有病 人家刚才就在车上呢 你在那干什么玩意儿 都给人气跑了 你 哎呀 哎呀 绝交嘛 你发送 小梦梦发来消息 小梦梦说 你车开得不错 下午六点来接我吧 以后智能物联系统 随时微信 随时找到爱情 对于座椅 我一直很苛刻 靠背角度 一百零五度 最符合我的脊椎曲度 前奔和手套相距离 必须大于三十公分 否则腿部的血液循环 会受到限制 放个小靠枕 提高对腰部的支撑 最后订个小垫子 保护我的小PT 不会着凉 会不会有点 过于矫情了呢 这一看呢 你就是典型的操老爷们 这座椅 必须得每次精心调整 这臀部呀 是人的第二张脸 你要不要脸 我有记忆座椅 可以不那么要脸 那我还有我的小垫垫呢 我不凉 我有座椅加热 我也不凉 有温度 有记忆 这个座椅 真给力 你帮我把座椅温度 也调一下呗 去去去 说说吧 这次又因为什么吵架呀 我的她简直是太失望了 我就没见过 这么值的指南爱 怎么了 我问她会不会永远爱我 她跟我说不会 不会吧 她说生命是有限的 时间是有限的 爱也是有限的 她不可能给我这么没有意义的承诺 那她说的 那她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我做错什么了吗 我就是想听 什么叫什么东西都是有限的 难道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无限的东西吗 有啊 什么 前排无限充电 老方便了 真的假的 我试试 我的天哪 这也太方便了吧 这什么原理啊 没电话 宝贝 你还生我气呢 我告诉你 这个世界上还真就有无限的东西 充电它就是无限的 无限充电 爱情永不关机 你干什么啊 不好意思叔叔啊 谁是你叔叔啊 我是你大爷 你瞅你骑个车子 怎么破马张飞的 一会儿画龙 一会儿画彩虹的 对不起 对不起 你小心 我给你比较一个郭富城 让你左边右边摇摇头 哎 你要这么说的话 我还给你一个窜天猴 只像闪耀的灯球呢 哎呀 不是 我告诉你 就你这样的 也就骑这么个破自行车 要给你个汽车 你还不开天上去 哎 不好意思 看到没 这台就是我的车 我给你一个车子 今年肯定得回我家 去年就没回 大哥 元旦我们刚刚回了 这才几天呀 回我家怎么了 委屈你了 不是委屈不委屈 说好了一家一年 怎么又闹呢 废话 你元旦要跟我回家了 我能跟你闹吗 你就是不讲道理 我不讲道理 你不讲道理 你怎么还倒打一耙呢 我去你家 我得跟你爸喝酒 我最近这个身体 你又不是不清楚 又不好 你就不能理解理解我吗 那是我爸逼你的吗 还不是你自己想喝 你也不想想你妈 每回回家就知道 生孩子生孩子 咋不自己生个二胎呢 你怎么说话呢 你怎么说话呢 我看咱们还是冷静冷静吧 冷静就冷静 老公 我错了 那个过年就回你家了 去年就回了我家 媳妇 我也有问题 这样吧 咱们先去你家 接上你爸你妈 然后上我家一起过年去 老公 我冷静够了 好嘞 你好小琪 身高温度 好的 为您调到最高温度 关闭天窗 打开座椅加热 那咱们接你爸妈去 好嘞 广汽传奇GS4 温暖关怀不止一次 优优独播放